外星人派出虫群打算消灭人类,分分钟就能吃掉一座体育场,人类能够在这场劫难中化险位移吗? 大家好,这里是带大家探索宇宙的科幻战舰,今天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由基努里维斯主演的科幻片《地球停转之日》。 女主角海伦是一名外太空生物学专家,她与不太懂事的儿子生活在一起,这天海伦突然被军方找上门,要带她去执行影响机密任务,还有许多科学家也同样受邀参加这项任务。 到达军方基地后,众人终于了解详情,有一颗外太空星体正以每秒三万公里的速度朝地球飞来,这个速度之下被撞击的话,地球将迎来毁灭。 就在众人绝望的关头,却发现星体减速了,科学家和士兵们来到星体降落点,发现一个冒着光的圆球,从圆球里走出来一个貌似人类的外星生物。 就在海伦准备和外星人握手之时,却不知哪个童子军扣向了扳机,外星人应声倒地,这时从星体里又走出来一个独眼巨人。 巨人一出场就让军方设备熄火,还用一种声波武器震趴了众人。 就在巨人打算进一步行动时,外星人却发出了某种指令,巨人瞬间石化了。 军方将外星人带到手术室,外科医生取出子弹时发现,外星人的表皮下居然是一具人类身体。 外星人的生长速度很快,很快就长成了一个大人,这时国防部长找了过来。 他询问外星人过来地球的目的,外星人要求同联合国对话,却被国防部长拒绝,之后国防部长决定用药逼供外星人。 海伦自告奋勇接下了这个任务,但是他却暗中将药换成了生理盐水,给外星人注射时还让他逃走。 接着军方将外星人带到审讯室,给他带上了电极,外星人动用某种精神力量解除实验室安保,逃了出去。 逃出来之后,外星人找到了海伦,还去见了外星间谍,外星间谍是个华人,讲中国话,也不知美帝老哥有心还是无意,到哪都不往黑咱一宝。 间谍告诉外星人,根据他70年的观察,人类是一个残暴的种族,于是外星人决定毁灭人类。 他想带着间谍一块走,间谍却说他想和人类一起毁灭。 人类虽然没救了,但他已经爱上了人类,这感觉就像是美帝虐我千百遍,我带美帝如初恋。 告别间谍后,外星人来到了一个湖边,湖里居然也冒出一个星体。 外星人启动地球毁灭程序,与此同时地球上好几个地方都出现了这样的星体。 这些星体开始收集地球上的动植物。 海伦询问外星人到底想干嘛,外星人就告诉他,人类就像地球的癌细胞,为了拯救地球必须毁灭人类。 为了让外星人改变心意,海伦带着外星人去见了教授。 刚到教授家,两个学霸就开始疯狂PK。 你的经典力学太out吧,还是看我的量子力学霸。 两个学霸在客厅切磋,另一边不懂事的小屁孩却报了警,军方很快就找上了门。 海伦也被抓了过去,军方直升机想干掉外星人,但是外星人随便挥了挥手,直升机就over了。 经典力学怎么可能干过量子力学呢? 小屁孩害怕外星人打他屁股,逃跑时差点跌落河中,外星人及时出手救了他。 小屁孩这才明白外星人并不坏,两人决定去救出海伦。 另一边,军方也没有闲着,他们将巨人打包回家,打算进一步研究。 研究人员尝试用钻石钻开巨人,没想到钻头上居然出现了无限复制的小虫。 很快研究人员的防护服就被铸开,首席专家见识不妙,启动了焚烧装置。 然而根本不管用,独眼巨人变成虫群形态,一群人来不及逃跑就被虫群湮灭。 很快虫群就突破了基地大门,守在外面的部队一阵猛烈射击, 却都成了重群壮大自己的养料。 重群一路扩散开去,汽车被瞬间吞噬,体育场也被直接吃掉, 整个城市眼看就要大祸临头。 小皮儿带着外星人来到了附近的陵墓,他请求外星人复活父亲, 外星人表示自己无能为力。 这时海伦也被军方释放赶了过来, 在附近的陵墓前,两母子终于和解,抱在一起哭成泪人。 看着眼前的母子二人,外星人的心软了下来, 他决定帮助人类消除这场灾难。 一行人驱车前往星体,却被军方埋下的地雷炸飞, 外星人救出两人,发现虫群正在吞噬他们的身体。 善心大发的外星人又将虫群引到自己的身上来, 接着便顶着虫群来到星体面前。 一阵光芒之后,虫群终于被消灭, 人类就此得救,但是危机过后,人类真的能改过自身吗? 好了,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, 快来点赞,关注评论,让星星陪你一起拯救世界。